一宗惊心动魄的抢劫案 和疯狂买进男子是否存在关联 他就说你不要动 你敢叫的话就要杀死我 两条模糊的线索 一张清晰的照片 能否揭开案件真相 他就说我是坐过牢的 整只手臂全都是萎缩 案情扑朔迷离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劫匪 夜宪疯狂大集案 马上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正在为您直播的夜宪节目 我是张岳 2015年的2月 在广东的浦宁一个金铺 来了一个客人 穿着打扮有点奇怪 做事慌慌张张 然后连挑都不挑 把所有的金货 见什么脸什么 社会有点紧张 怕是劫匪 结果人家还真不是出手豪阔 一会儿功夫就刷卡 花了20多万 把挑都不挑的 所有的金货全买走了 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们一起来看 环转 书里来龙去脉 我还怕他身上戴枪了 真的 我不太敢靠近他 他会不会是要抢劫 什么之类的 接下来这名男子的举动 却打消了营业员小周的顾虑 男子虽然戴着口罩 遮挡了样貌 可是他并没有使用暴力 反而有些紧张 没过几分钟 这名男子开始在金店内挑选视频 就把那些大件物品都说要买起来 都是全包了 然后又跑去那个拿手镯 还跑去拿钻戒 营业员小周开始认为这名男子如此的阔气 可能是什么大老板 怕被人认出来才戴口罩 但是接下来 该男子的举动却让小周有些担心起来 他一个都不碰 就一直叫我们说要快点要快点 说我赶时间 这名男子在金店里赚了一会儿 又挑选了一些金饰 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内 就挑选了十几款视频 这些视频的价格 超过了金店一个月的总营业额 消费了二十一万五 然后在写烧卡单的时候 签那个名字就显得很紧张 在购买了这些金饰之后 这名男子就跑出了金店消失了 那么这名男子是谁呢 他为何要购买这么多的金饰呢 那天下午大概是六七点钟的样子 然后我呢到一个小档口去吃饭 出来的时候 他那个台阶上是坐了一个小伙子 他在那里玩手机 李女士没有多注意 就朝着自己的车走了过去 没想到他刚打开车门准备上车的时候 几名男子就围了过来 然后另外两个人呢就把我拖进了车里 然后那时候我拼命的叫我挣扎 尽管李女士在车内拼命挣扎 但由于灯光比较昏暗 周围的人都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其中一名男子恶狠狠地把李女士的包夺了过去 并开始威胁他 他就说你不要动 你如果动你敢动 你敢要叫的话 然后就要杀死我 然后把刀就一个人夹到我脖子上 一个人就放到我肚子这里 坐在驾驶位上的第三名男子对李女士说 他们只求钱财 希望他配合 为了让李女士不再反抗 这名男子拿出了他们事先准备好的工具 就把我的手绑起来 又绑起来 然后再说话 再敢多说的话 就要把我的嘴巴也要封起来 后来我也不敢说 感到害怕的李女士停止了呼救 几名男子拿到李女士的包之后 将包里的物品倒在了副驾驶位上 翻动起来 很快他们找到了一万元现金 我说我都给你 你要钱我都给你 我一分都不拿 不要都给你 但是他呢就是当时没要我这个钱 他就要我拿卡出来 并不满足的三名男子 开着李女士的轿车 来到了一处僻静的地方 开始逼问李女士银行卡的密码 告诉他密码 如果说假的话 就说要杀死我 在这三名男子的威胁之下 李女士只好说出了银行卡的密码 随后三名男子把车开到了银行 取出了三万多元现金 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满足 他说没有取到他想要的六万块钱 所以呢他就不行 他说还要把我的钱 把我的卡拿去要刷 他自己自己说要刷 要去消费 要买金 于是三名男子有家车往市里开 过了大概半个小时 来到了一家金店 其中一名男子进入店内进行消费 得手之后三名男子再次转移 将车开到一处偏僻的地方逃跑了 实际上他们走了之后 我马上就把手机开机了 因为他们在车上先把我的手机关机了 开了之后 那个短信马上就来了 实际上就刷了二十多万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话说这件事把李女士吓坏了 也把警察折腾坏了 为什么呢 李女士那天被劫走的那二十多万 不是他自己的钱 全是单位的公款 而且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 就是这个李女士是一个幼儿园的会计 那他们这个幼儿园呢 就这两天在收那个托儿费 收来的这个钱呢 全放在这个张卡上 暂时由这个会计保管这么两天 居然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准准的给劫走了 所以根据这个情况呢 警方就做了一个推测 觉得一定是或者是很了解 他们单位的这种经营模式 或者是特别了解李女士的这种行为规律 总而言之 就是你们周围的人 然后呢 就沿着这个线索查 查了一个遍 真的不是 好 那就考虑其他的线索 据说那天的三个劫匪呢 他们三个人都戴着一模一样的口罩 而在这个城市的某一个区域 有几个制衣厂 那几个制衣厂的工人 都发这种口罩戴 于是呢 警察又开始一间一间的排查那些制衣厂 后来就发现其中有一个制衣厂 确实有三个工人请了假 正好是三个工人 那这个就非常靠谱了 然后继续往下查 发现这三个工人已经不在这个城市了 说是回老家了 那就更像做完案跑跑了 然后再追到老家去查 发现人家真的回老家了 就是这边抢劫的时候 那边人就在老家待着呢 也不是 所有的线索都断了 其实警方也很伤脑筋 该怎么持续下去呢 咱们接着往下看 汕头市朝南区 是汕头市的轻工业重镇 这里经济贸易发达 外来人口众多 治安形势也面临着考验 朝南区 峡山镇队监控视频 基本上全部覆盖 民警决定回到案发第一现场 看能否发现新的蛛丝马迹 民警在同一段监控视频当中 发现了另外几名协议男子 当施主的车辆开过时 这几名男子迅速地跑了过去 但监控视频比较模糊 没法看清他们的样貌 这就是按照我们侦查的一个经验了 在往前面查 查不到 我们就要调整一下思路 后来重点放在导查 他进入现场的那个路线了 民警调查了这几名嫌疑人来时的路线 在一段监控视频中 民警发现了这几名可疑的男子 这几名男子没有戴口罩 经过比对 民警确认他们就是抢劫李女士的嫌疑人 那么他们是谁呢 林永龙是汕头市公安局朝南分局霞山派出所的所长 从近二十多年 侦办过许多抢劫案件 在他的脑海里许多被他抓不过的嫌疑人都会有印象 但是照片中的这名男子虽然觉得面熟 但一时间怎么都记不起来 为了确定这名嫌疑男子的身份 林永龙翻阅了之前的案卷 在二零一三年的一宗抢劫案中 他发现了线索 这个人可能是二零一三年正月初三 我们抓获的一个抢劫的嫌疑人 陈某凤的一个他的儿子 二零一三年正月初 陈某凤和同几名男子 在长途汽车站附近 抢劫下车的旅客 一名乘客被抢了行李和一部手机 看见他的外套不错 还想把他的外套抢了 结果施主当时反抗了一下 他拿刀就给后背给他捅了一刀 所以那个案件我们印象很深刻 当时抢劫来的手机陈某凤 给了他的儿子陈某使用 也正因如此 陈某凤被警方抓获时 他的儿子也被带回了派出所 林永龙在案卷中发现了一个奇怪之初 陈某的材料中缺失了右手的指纹信息 那么这宗抢劫的嫌疑人 是否真的就是陈某呢 此时 施主和经电营业员提供了新的线索 他就说我是坐过牢的 他就是整只手臂 包括手上全都是萎缩 比较小只 跟正常手就要小很多了 综合这些因素 林永龙认为照片中的嫌疑人其中一名就是陈某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 林永龙也确定了其他两名嫌疑人的身份 但此时三名犯罪嫌疑人却不知具象 我们对嫌疑人陈某的母亲所经营的杂货店进行守候 同时我们也获知嫌疑人陈某每天早上和他的妻子在该路段卖豆浆 所以我们组织对嫌疑人陈某在卖豆浆的地方进行守候 但是始终没有发现陈某 2015年3月1日 距离这一宗抢劫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汕头朝南分局又接到了一起劫持女司机的案件 受害人林女士在买菜回家的过程中 遭遇了两名男子的抢劫 她就用刀架在我脖子上 她说你不要动 你再动我就捅死你 林女士身上只有六千元的现金 两名男子威胁着 叫她家人带钱过来赎她 林女士则悄悄地发送了一条求救信息给她的丈夫 这一行为激怒了两名男子 赶快把她的嘴给封起来 然后把她绑起来 两名男子带着林女士将车开到了一处 偏僻的山脚下 在抢走市主的六千元现金之后 为了事情不被暴露 两名男子做出了令林女士一乡不道的事情 然后她就甩了我一巴掌 她说你这个女人老是搞花样 然后就把我绑着 然后把我弄到后尾箱去 就盖起来了 两名男子离开事后 林女士在后备箱内拼命地挣扎 没想到 竟然被她打开了 这才逃了出来 报了警 那么 抢劫林女士的这伙人 是否就是之前 抢劫林女士的嫌疑人呢 林警把之前案件中提取到的嫌疑人照片 给林女士进行了辨证 第二种就是没有蒙面 我们就觉得通过这个 她辞到这个特征 还有要银行卡的特征 还有就是女士是有反应的 这些特征才来锁定这个姓陈的嫌犯 同时 民警调取了案发现场的视频 此时 除了发现嫌疑人陈某之外 又出现了第四名男子 案情似乎又复杂了起来 通过调查 此时出现的第四名男子 是陈某纠集的新的团伙成员 在掌握犯罪嫌疑人的信息之后 2015年3月18日 在朝阳区道振兴大排档 将犯罪嫌疑人王某抓获 但此时的陈某等人 在作案之后逃到了安徽老家 而且后来作案完了之后 他们三个人回到安徽 然后把这些黄金饰品 都卖到了 他邦部城区的一个金首寺店里面去了 作案组民警成胜追击 于3月24日 在安徽省邦部市 将嫌疑人陈某 及同伙杨某和周某抓获贵案 据陈某交代 他们将买来的黄金 以十万元的价格都卖了出去 然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就回祸一空 一个是 他爸爸妈妈打工 还有一个是我同学 是他爸爸拨工地的 他家条件就挺好的 然后我们三个也不知道 三个没有一个说缺钱花的 我在家也是从来不缺钱 不干什么的 不知道怎么做了这件事 在看守所里 我们见到了犯罪嫌疑人陈某 22岁的他 看起来仍然窒息未脱 但已成为了一个犯罪团伙的主犯 有点讽刺的是 一年前陈某曾经来过这个看守所 当时他是作为一个儿子 来宋别即将去监狱服刑的父亲 一年后 陈某再次来到这个看守所 竟然是以一名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而他犯下的罪行 居然是和父亲一样的抢劫 心里有点恨我爸爸 为什么去做这件事 我也想不明白 然后自从我爸爸不在的时候 家里反正别人看眼光都不一样 反正对我心里面有一点意义 陈某至今也不能理解 父亲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他每天还叫到我不要做坏事 什么事都跟我说 平常管我管得也挺人的 在我看来 在我眼里看来 不知道连人怎么看 我自己看来是一个好办法 陈某的父亲因抢劫罪 被判有期徒刑 四年零六个月 父亲或许永远也不曾想到 儿子会和他犯下同样的罪行 这个问题想过很多次 我爸爸知道会怎么了 我不知道 知道他会心动 还是会恨我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我们再聊一起 莫名其妙的抢劫案 到场嘉宾心理咨询是刘嘉宁 媒体人张春卫女士 欢迎两位 就是我说他莫名其妙 是因为首先这个小陈 他爸爸在两年前就抢了一部手机 坐了牢 然后他爸爸对这事特别后悔 就一再教育儿子 千万学好 不能干坏事 而且这儿子知道 就是知道好坏这件事 而且还特别恨他爸 怎么能干那样的事情 结果两年的功夫 他就干了一样的事情 而且他怎么都不能解释 他为什么要干 他们这几个小孩都不能解释 这几个孩子就像他们说的 他们没有为了钱的 他们家境都不错 主要几个人是做小买卖的家里 他们不缺钱 然后能想得出来的时候 为什么非要去抢呢 就是第一次就觉得反正也挺没劲的 就要不去抢的也显然挺怂的 第二次为什么去抢呢 是因为第一次都抢了 要不然第二次就再抢一下 这完全不成个道理 所以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就是这帮孩子为什么要干这个事 其实我们说在一个家庭当中 如果又是正好是独生子女的状况 那这个子女下小又是一个男孩子 那么父亲在这个儿子的成长过程当中呢 是处于第一个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叫性格榜样 也就是说 无论这个父亲身上的特点 优点缺点 哪怕是生活上的习惯 儿子都会有意无意的应用在自己身上 那么当有一天 这个父亲突然发现 有件事情我能干 但是儿子你不能干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儿子就会有一种比较叛逆的心理 为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沟通 去解释这件事情 这种反叛的心理 就会变成一种仇恨 像今天故事当中 这种抢劫的事情比较极端 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一个父亲他吸烟 那么他的儿子呢 很有可能在成长过程中 尤其是青春期的时候 找个机会 我也抽一个试试 然后很有可能呢 就被学校或者是家长发现 然后这个父亲就会去教训这个儿子 说你不学好你抽烟 那儿子就会问 那你也抽烟 你是不是不学好 那父亲就会解释说 我多大岁数 你这么小小的就学抽烟不好 那儿子就会 这个返回来说 你学会抽烟的时候 比我大不了几岁 这个时候 父亲当然就会很生气 往往就会说 我说不行 就是不行 我说不能抽 就是不能抽 以后你要再抽 就这么怎么样 这个事情呢 其实就是一个 很不好的沟通方式 那么这个时候 儿子心里面就会有一种仇恨 这个仇恨很可能导致 他将来成人之后 变成一个抽烟 抽得很凶的人 因为这样的方式呢 也许在他心里面会觉得 父亲你会有点内疚 因为是你抽 所以我才抽的 所以跟今天的故事是一样的 当这个小陈的父亲 因为抢劫被抓进去之后 别说不好的沟通了 彻底什么沟通都没有 简单的一句话 这事不好 你不能干 这是完全不够的 所以小陈对父亲的这种恨呢 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 所以终有一天呢 小陈觉得说 这个我这么恨 但是我又想说 有一个方法 有一个出口 能够让我间接的也好 直接的也好 我要伤害到这个人 我恨的人 所以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做一个同样的事情 从而引发父亲 也许内心的一种自责 一种内疚 从而伤害到父亲 作为这个小陈 这种对父亲 以及这个家庭的恨的一个出口 所以他才会 这么莫名其妙的 就去干了这么抢劫的 这样的一个事情 您这是心理学角度的分析 春雨老师怎么看 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三个孩子都是打工二代 他们并不缺钱 但是在这个城市当中 他们不像他们自己成真 生长过的城市 就是他有更多的榜样 这时候你会发现 他只是在这个城市生存 除此之外 他没有榜样 可能家里面还叙叙叨叨一点 然后他自己呢 也有愤怒无处发现 最后他就变成什么 就我们经常所说的 就是一个家庭 往往把孩子逼成了这个家庭最讨厌的人 你越不希望他说越是敲打着说的东西 他越往那个方向走 甚至他没有榜样的时候 他选择成为的就是那个负面的榜样 他父亲是一个差的榜样 而孩子仍然找到的出路 只能是在差上再加差 所以最后他成为的是什么 一个犯罪团伙的主犯 但他自己仍然很懵懂 他不认为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甚至拿到的钱 他可以在短时间就挥霍掉 他的核心是什么 没有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也没有基本的对错观 他只是存在着 我如何把我的愤怒进行发泄 实际上是躁动青春当中 没有榜样的一个基本的分析案例 您说的打工二代 就这里也不是他的家 他也不是这里的人 他也没有根 但是他生活在这里 然后他又不需要为生存奔波 打工一代 得爹妈都苦得要命 然后已经条件好了 二代其实没什么事 可要让他们去操心的 然后爹妈由于一直特别忙 也根本不会给二代 什么精神上的补育 这个情感上的关爱也谈不到 所以可能这一批小孩 就会干出另外一些随意的事情 而且由于他在一个 对他来说不是属于家乡的他乡 他更会觉得这种伤害 带给他来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在熟人社会当中 这种伤害是在 当地是无立足之地的 但是因为是在异乡 所以他会觉得这种伤害无所谓 这种暴力发泄之后的这种快感 反而会让他一而再 再而三地去重演 这个故事特别有意思 就是这个案门破 纯因为碰着了一个老警察 老警察当年破过他父亲抢劫的案 他父亲当年的抢劫 其实也特莫名其妙 就是他们家不缺钱 他们家开一个小超市 同时还买了车开一个小运输公司 就是拉客人的那种 然后他父亲其实是个小老板 挺殷实的看着自己的生意 然后居然有一天喝了点酒 运输公司的老板自己去抢劫 自己那个大巴车的客人 就抢了一手机 他根本不缺一个手机 抢一手机 然后那个人反抗了太统人一刀 就是这个事本身就已经非常非常莫名其妙了 这父子俩是怎么回事 我们接着往下看 陈某七岁时随父母从安徽老家来到汕头 一家人经营着一个小超市 前几年又买了一辆大巴车 承包给别人做客运生意 一年有十几万元的收入 两年前陈某结了婚 有了一个女儿 一家人的生活也算安稳踏实 可父亲因为抢劫入狱后 陈某放弃了去工厂打工 留在家里帮着母亲打理偷事 照顾妻儿 如果我爸爸在家 我不会帮我妈妈看偷事了 我自己也会出去上班 因为出了认识 我自己也想去上班 然后我丈母娘就跟我说 我妈妈一个人在家不容易 然后说我爸爸都不在了 你自己出去上班 你还不如在家帮你妈妈 看看店 派他聊聊天 他心里会好过一点 但陈某的好意 并没有换来母亲的认可 一向好强的母亲 经常抱怨陈某 在家好吃懒做 脾气也变得越来越暴躁 母子之间的关系 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我有时天天也说他 我爱说他 有时也很骂他 因为小孩 我从小从来不惯他 有时爱他的 我家开超市 门口人很多 他一打我 我就感觉自己特没面子 这么大了 他还打我 有些事你跟我说 我会听 我不是听不进去 现在就是心里有点反感 那一打我自己 就会跟他吵 一吵了他打我 他父母 我不怎么说 我不能说我去打你嘛 我一脑火了 我就会摔东西 他老爸也是经常爱喝醉酒 老师喝醉酒 也是什么都忘记的样子 喝醉酒就是爱和我们吵架嘛 我们家庭天天老师 就因为老师喝醉酒吵架 他也是有影响的 父亲当年因为和母亲吵架 两人大大出手之后 父亲外出喝酒之后 就发生了抢劫的事情 而这一次陈某抢劫前 发生的一切 就如同父亲当年的翻版 案发当晚 陈某也和母亲发生了争执 有时也是在我妈妈 压力吵得太大了 老师说我这个那个干什么事 那天晚上又加上朋友一说 又喝一点酒 心里面又一想 又有点冲动 感觉家里老师说我说 自己干什么什么事 然后一冲动 然后就跟他们就一起去了 因为陈某一时冲动 而抢劫入狱 原本伤痕累累的家 再一次被折腾得支离破碎 陈某说自己最对不起的 就是自己的母亲 陈某入狱后才知道 妻子又怀上了他第二个孩子 他注定无法看到自己第二个孩子出生 也没办法陪孩子度过美好的童年 而他的母亲和妻子 也只能守着超市 整天一泪洗面 我只是想 对我妈妈说 那自己好好的 用老婆 把老婆照顾 把孩子照顾好 让她自己也多保证身体 我会在里面好好改造的 找到出去的 观众朋友正在直播夜线 那说到当年爸爸呢 是跟妈妈吵架 就喝了点酒 然后就去惹事去了 孩子说呢 因为他自己也 是不是妈觉得自己不争气 也就经常猜自己 还当着客人打自己 所以自己也觉得挺没劲的 自己挺怂的 然后就出去瞎闹去了 那如果要这么说的话 像是那个妈妈有点责任 但是我又觉得妈妈肯定特苦 你知道 她一个人照顾着所有的生意 最后 就是老公老公不顶事 儿子儿子不学好 我觉得这个女的 一定是特别辛苦 但是恐怕她的沟通方式 又是相当有问题的 您怎么看 其实是这样 通过刚才这个提到的两件事 都是母亲的位置 可能处于一个激发了 这么一个位置 但实际上呢 我们最多可以说到 这个母亲在家里 与丈夫与孩子的沟通方式 是有问题的 但是其他说 这个她的丈夫和儿子 去直接进行了抢劫 把责任归结于她 其实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们怎么说呢 这个母亲在家里 她可能是一个 比较强势一点的人 就是很多事情 我说了算的人 那当父亲出现了 这个抢劫的事件之后 被抓走了之后呢 他面对的儿子 其实有很多时候 在儿子身上 可以看到父亲的影子 包括呢 这个身边的人 可能会说 比方说儿子长大了 越来越像他爸爸呀 等等 那争吵起来的时候 母亲教训儿子 往往也会说 你怎么这样那样 就跟你一样 不争气 对 就是这样的方式呢 会逐渐的 让这个母亲本能的呢 尽量避免 或者说减少和儿子的沟通 来减少就是他触景生情 想起以前的事情 这是一个可以理解的事情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他跟儿子 就是在父亲被抓走以后 跟儿子的沟通方式 仍然起到了一个 不是特别好的作用 所以其实当这种状况 发生的时候 像这个例子比较极致了 我想更多的家庭当中 可能往往父亲 或者母亲一方 有一些不太好的 可以说是生活习惯也好 毛病也好 当他们犯了这样的错的之后 他们是否就失去了 去教育孩子 在这个事情上的权利 其实不是这样的 他们需要的只是一种解释 首先就像刚才 我举的那个抽烟的例子 当自己的子女和自己 去对质这件事情的时候 作为家长呢 尽量不要躲躲闪闪的 从而来证明说 这事我能干是对的 客观的说 也许抽烟这件事 对身体不好 所以它不对 不要去设置一个 像是等级制度一样 说只有我行 而你不行 就不许你抽 你要敢抽我就怎么着 对对对 你还不如坦率的 像一个人跟人聊天那样说 抽烟就是不好 我抽也是不应该 没错 我太软弱了 我就是戒不掉 其实我也不想抽 没错 可能要这样交流效果更好 是吧 这样的话会化解这个儿子 因为你行我不行 凭什么的这种逆反的心理 而演发的仇恨 可以很好地去化解掉它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的话 就是一个家庭在短短的两三年之间发生两起抢劫案 父子都进入到同样的一个误区 那就是在这个问题当中 我想可能这个家庭缺乏一种交流的能力 什么的交流 我觉得是情绪上的一个把控 因为在这个话题当中 父亲是因为情绪受不了 然后就通过抢劫别人来转移他的情绪 而儿子同样是这样的一个方式的话 那我想这里面可能就有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在社会的纷繁复杂当中 很多人可能能够在赚钱的领域当中 求公民当中获得一个社会的基本认可 但是在情绪的把握当中 只能是在家庭的这个狭小的环境当中去消解 于是每个人都认为是别人伤害了自己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 母亲会认为是因为你父亲抢劫伤害了我 所以我要这么累 儿子又因为无法回避父亲抢劫的这个案子 他又去伤害别人 然后即使到了监狱 他只会意识到 哎呀我的老婆又怀了第二个孩子 然后我的母亲承受了更大的苦难 他们没有一个人会强调 他因为抢劫对别人带来的伤害 因为他们的屡次抢劫 对这座城市带来的一个伤害 都没有想到 是因为他们只爱自己 他只是关心我怎么化解 别人带给我的压力和伤害 于是他们就变成社会一个特别不稳定的状态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更应该看到 如何化解一个城市当中 那些躁动的生命 他们的那种戾气 可能需要的不仅仅是社会的东西 还有就是一个家庭对于情绪的把握 那过几年爸爸会回来 再过几年儿子还是会回来 这个孩子现在看来也没坏到那个就是不可救药的程度 我觉得还是可以这个教育的好 还是可以回归正常人的生活方式的 一家人坐在一块 你说父子俩都这样了 就以后怎么办 能让这个家庭稳定一点 孩子回来之后呢 孩子就别在坏的路上再走得更远 其实刚才我们也说到了 这个家庭很明显的一个问题 就是相互之间的沟通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当三个人都能够重新都从 就是父亲和儿子都出来之后呢 和母亲团圆在一起 大家至少要坐下来 把发生的这两件很重大的事情来说一说 因为我们说这个家人当中呢 父亲其实对母亲有一定的恨 否则的话不会吵完架之后就做这个事情 父亲用这个方式发泄了跟母亲吵架的情绪 没错 母亲用那个比如说村那个孩子 当着客人的面打一个已经成年的孩子 来发泄我被我丈夫被你们父子俩 弃住了的情绪 然后孩子又在发泄情绪 没错 对父亲的这种恨 所以他们实际上这三个人之间 相互都会有心结没有解开 那解开的最实际的方法就是坐下来 大家把这件事情发生的过程 感受来说一说 来寻求对方的理解和原谅 在这个基础上 大家才能说我们平等的想着 更一起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努力 而不是说出来之后这事就过去了 然后该怎么过就怎么过 那很有可能悲剧会重演 而且爱还要任劳任怨 现在很多时候是大家执政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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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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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